现今当红的人工智慧到底是什么呢 桃园科技艺术节 以超治愈一场人与AI的竞赛为主题 打造三大面向的展览主题 运用生成填色技术 也有实际的与AI智慧的对话体验 要邀请民众一同来感受科技新风貌 您也有使用过AI科技吗 不论是生成图片还是与机器对话 这些都是人工智慧的展现 桃园市举办科技艺术节 以超治愈一场人与AI的竞赛为主题 希望让民众思考人类在科技时代扮演的角色 与即将面临的挑战 这些AI的工具 它其实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一个日常的生活 包含学生写论文可能也都用CharGBT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这次的主题超治愈是回过头来去询问说 我们未来如果人工智慧 它到了一个就是超越人类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跟他们相处 展场透过三个面向讨论人工智慧的灵魂身体及场域 现场的作品有以对话体验为主的人际立场 透过店员与顾客的扮演展现沟通上的思考差异 还有结合影像与视觉的美好作品 将四成六的照片运用甜色技术扩充 让民众感受在人工智慧的发展下 眼见是否真的为凭 如何辨别真实与虚佳等 今年的主题是融合科技 人工智慧和艺术 尤其里面有很多很多精彩的利用无人机的表演 不管在白天在晚上到中原园区来会有美不胜收 让大家过去没有看到的这些艺术和科技结合的展品 让大家一看可以惊艳 本次科技艺术节也推出超过十场的无人机演出 当中还有无人机与舞者的结合共舞 希望透过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 带给民众更惊艳的欣赏体验